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现在继续来帮你说明 这一个反向的调用 那这个呢,有时候呢 又翻译成叫做控制反转 那英文叫做inversion of control OK,那这个控制反转的意思就是 正常来讲 就是我们先写一个代码 假如说我们先写一个 譬如说,我们写一段的代码 那我写完的代码 然后呢,让你来用 所以你再写一个代码 譬如说,我写一个server 那你写cline 所以呢,你cline来调用 我这个server 这叫做正向的 反正这有一个环嘛 我先写 那你后面才写 那你来call我 这叫做正向 正向的 那么如果说,是我来call你 我是前辈 我是前辈 对不对 我是前辈 你是晚辈 因为你后面才写 你是晚辈 对不对 那这个 晚辈call前辈 那是因为他先写完了 你再来call他嘛 譬如说 这边写了一个叫做方寻1 那么你来call这个方寻1 这是很合情合理嘛 对不对 但是,如果今天缓过来 是我前辈 要来call晚辈 那要怎么call呢? 因为你都还没有写 那我怎么call你 但是 这一个动作 就叫做 这个 I O C OK 这个叫做 一般是这样 I是大写 O是小写 IOC 就是 Inversion of Control 叫做 反向的 调用 也有称为叫 控制反转 OK 那你了解了 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先来看 把它 对应到这个 G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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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是G类写在先 G类写在后 OK 这是负类 这是负类 那负类是前辈 负类是晚辈 对不对 那你负类来调用负类的函数 这叫做正向 负类来调用负类的函数呢 叫反向 OK 就这样子的 跟这个是一样 只是说 我们现在把它对应到 G类跟子类 当子类继承负类 而且呢 这个overwrite掉 负类的函数的时候 那么 就可以产生 反向调用的现象 那 就说 这边有一个Function1 那么这边也 复写了 Function1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那如果这个Function1呢 这边是抽象的 里头没代码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来调用它 这里没代码嘛 所以当然是调用到这里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反向调用就出现了 我要调用它 它从负类调用到子类 所以这个时候反向调用就出现了 OK 所以呢 这一板子出现在 这个 啊 这个 复写overwrite的函数上 overwrite的函数上 OK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 在overwrite呢 复类别的函数的时候 就可以产生反向的调用现象 这也就是复类的函数 调用子类的函数 虽然复类创建的时候 子类呢 还没有 但 就是说我们在 在撰写 啊 就是在设计 在ban 就是 在写 这个复类的 代码的时候 子类呢 还没有创建 还没有写 那 但是前辈有时候 可以预知晚辈的 函数 就可以调用它 譬如说 我这边宣告 F1 为抽象函数 我就可以 一支 子类 一定会 把它补起来 因此 我就可以扣它 OK 好 因为 这里是抽象函数 它把它补起来 函数名称要跟它一样 因此 我就可以扣它 OK 答案就在这里 就是 就是 当我们 这一个 可以预知 预知 这个 晚辈的函数 就可以调用它 那什么叫 预知 预知呢 那我这边先告成抽象函数 这一边就必然要补起来 因此呢 就一定有 方形1 所以我就扣它的方形1 这这么简单 那 像Android的应用框架里头的抽象类别 就扮演了附类的角色 只是含有一些阳春型 阳春型就是非常简单的 很单单纯的一个类别 但是提供很通用 却不完整的函数 就是抽象函数 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类别 但是里头呢 就有这一个抽象函数 那这是 设计师呢 就是编程的程序员呢 他想给这一个子类 来补充的 就用抽象的 就里头留空的 里头就没有代码 这个时候呢 就由子类来把它补起来 一旦补充完毕之后 是透过附写 还是附写的手段 框架里头的附类 就可以 反向调用子类的 这个 函数了 OK 那我们先来看例子 好 现在有一个class 这个class是抽象的 就是有地方必须补起来的 那 就说 在这里 目前看起来 在这里 这是一个抽象的函数 这函数 这函数是空的 所以我们 可以 马上可以想得到 我现在 定义一个class 叫做 sales person 那么 我也想到 一定需要有子类 来把它补起来 那补起来 补哪里呢 第一个抽象函数要先补 所以呢 这个子类呢 要补一个叫 get total 好 要补他 好 那因为 这个gettotal 在这里是抽象的 好 这里是抽象的 好 这里是抽象的 好 所以这里一定要补起来 要补他的代码 OK 补他的代码 好 那么 当这里有 来调用他的时候 他就会调用他 因为他本身没代码 他要调用他 来执行这笔的代码 那这个叫做 这个 IOC OK 就叫IOC 就在表现在这个地方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好 你看 这是子类 子类呢 就必须要 补上 这里 那名称要相同 参数要相同 回传子的形态要相同 OK 那就把这一段补起来 OK 就这样子而已 那这样补起来的时候呢 我们现在来看 是一个 看这个 你看 Linda 然后 New Seals Secretary 就是这个子类 所以呢 创建一个子类 创建一个子类的对象 那这个子类的对象呢 因为继承所以分两块 这一块呢 是由 附类的构造式来建的 这一块是由 自己的构造式来建的 没有 所以这个自己的构造式 在这里 构造式在这里 这个构造式呢 因为自己没有 这里这一块没有 在这里来讲 这一块没有 不做事 这一块没有 但是这一块有两个 一个Name 一个 这一个 姓北 还有两个 所以这两个呢 因为 这个部分是由 附类的构造式 来建的 所以呢 那 就调用 附类的构造式 把这个建起来 而且把它填进去 把这个子填进去 一个名字 一个姓北 ok 所以就把 这个东西呢 填进来这里 然后把这个东西呢 填进来这里 ok 就这样子 好啦 这个时候 有一个叫Linda 有一个Linda 这个Linda呢 有一个指针 指向这一颗 指向这个对象 指向这个对象 好 接下来 Linda Sat Free Linda Sat Free呢 他会优先来这里找 这里有没有 Sat Free 所以他就来看 子类里 咱们Sat Free 因此叫 调用 G类的Sat Free 到G类去找 所以就找到了 G类的Sat Free 对 就指向这里 好 那就 把这个 子就设好啦 好 设好了 ok 那这个Sat Free 做完了 接下来 Linda Display 好 那我们来看 Display呢 这个 看来看去 这类类也没有 因此呢 就执行了 副类的Display 在这里 好 在这副类的Display呢 他就调用了 本身的 Gat Total 就调用到这个Total 结果呢 你发现 他是抽象的 因此呢 他就往子类扣 往子类扣 所以就扣到子类的 这个Gat Total 就把它计算完毕了 计算完毕了 ok 那这个 往子类扣 这个叫做 反向调用 好 所以在Display这一行呢 已经产生了 玩笑调用的现象了 ok 好 我们再 再给你说一遍 好 我们从 底下来 首先 啊 new一个Sales 啊 不是Sales Secretary 就是销售秘书 好 首先new一个这个对象 那这个对象呢 啊 这一个没做事 因为没有定属性 那只有 复类定了一些属性 好 然后 他就来执行 Sales Secretary 这个构造式 这个构造式呢 他就调用 复类的构造式 把这一块建起来 把这一块建起来 ok 好 那这样完了 就Set Free Set Free呢 因为 子类没有Set Free 因此呢 就去找复类 找到了 就扣复类的Set Free 好 那接下来 就Linda呢 Display 那么他就找 在这里没有Display 因此就找到 复类的Display 好 复类的Display ok 复类的Display呢 就扣掉一个 抽象函数 就往下调用 结果是抽象的 没代码 因此就往子类调用 所以就调用到子类的 Get Total 把它计算完毕了 那修出来 好 这样子结束了 所以请你看看 程序的执行过程 微妙而有趣 Main里头有一个Display 这个时候 就执行到 这个Sales Person 的Display 为什么 因为子类 没有定义Display 所以到复类去找 因此就执行了 这个 复类 的Display 复类的Display呢 来调用 Gate Total 调用自己的 Gate Total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Gate Total Gate Total 是 Secretary 这边有户写 因此呢 它就 从这个子类找起 因为 我们的Linda 她的 真正的对象 她是这一个的对象 所以呢 她在找Gate Total 的时候 那她就从 自己的类别先找 这样子 因此呢 就执行到 Sales Secretly 的Gate Total 因此就执行这里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图 那看 Linda Display 因为 Linda呢 她的 这一个 Type 是这个 所以 她是指向她 OK 指向她 然后呢 她就来 callDisplay 因为她没有Display 所以就call Gate的Display 然后她call Gate Total 因此她就 call到这里来了 所以她call她 她call她 OK 这叫做控制 反转 要控制 反转 所以指向程序的时候 主控权呢 是在 抽象类的手中 虽然 虽然面防性能乱 是程序的起头 但主要的处理 构成 还是在Sales Person 就是Display 由她来决定 调用 这个Gate Total Gate Total 她是让这个Sales Person 的其他函数来调用她 OK 因为这样才能产生 反向的调用 由于 这个抽象类别呢 掌握的主控权 所以复杂的指令呢 就可以摆在 这样 抽象的类当中 因此呢 简化了 具体的类的开发 这样子 就是说 她的掌控权 跟复杂的 都在抽象类别 那么指类别呢 就可以得到简单 而且很容易理解 因为大部分 都是 写在抽象类别里头 OK 好,那我们在 这里现在 休息一下咯 我们待会谈 Android的 反向调用之力